本席宣布開會 上次會議記錄已放在各位議員桌上 請各位議員參與 請問對會議記錄有無意見 沒意見 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的議程是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感謝黃淑美議員、黃柏林議員、麗玲現場聆聽 其中還有邱敬憲議員 其中黃柏林議員最近升官當國民黨部主委 在此恭喜他 請民政部門張乃謙局長先做業務報告 張君 主席各位議員先生女士還有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民政局局長張凱堅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進行高雄市政府 我們民政局的業務相關報告 那在報告之前我先針對我們新任的主管 做一些意同上的一些報告 那首先先介紹我們的局本部我們的副局長 洛邱邦吉 洛副局長 居城建設科科長 曾文藝 曾科長 病站管理處處長 謝丁松 謝處長 古山區區區長 鄭明欣 鄭區長 三民區區區長 王洪榮 王區區長 前津區區長 蔡登山 蔡區區長 林亞區區區長 陳靜德 陳區區長 前鎮區區長 袁德明 袁區長 錫金區區區長 吳永輝 吳區區長 林年區區區長 謝水甫 謝區區長 還有大寮區區區長 施維明 施區區長 大樹區區區長 黃伯雄 黃區區長 鳥松區區區長 魏社宣 魏區區長 橋頭區區區長 陳正坤 陳區區長 彥朝區區區長 陳興發 陳區區長 田寮區區區長 王昌文 王區區長 傑定區區區長 邱金堡 邱區區長 徐山區區區長 陳宥瑞 陳區區長 內門區區區長 邱瑞金 邱區區長 賈千區區區長 李惠玲 李區長 在我們的護所的部分 我們還有三民二護所 主任 吳淑慧 吳主任 還有三民二護所主任 李元欣 李主任 還有美隆護所 李丘莉 李主任 以上這些是我們在民政局 在我們這段期間 我們的人事異同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 針對我們高雄市民政局的業務上 進行專任的報告 那等一下的報告我們將針對我們的 區裡行政 宗教禮俗 殯葬禮俗 還有護政服務 以及未來的服務方向 進行系列的報告 那首先是我們區政行政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主動了解我們的民意 以及解決我們所發現的一個問題 在104年度7月至12月份 我們共主動查報我們1883件 反映民意一共有131件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召開里民大會 召開里業務匯報 主動發掘民眾的需要跟需求 那再提升我們里長效能的部分 我們也辦理里長的電腦研習班 一共有5次 那也辦理我們的里政咖啡板12次 那同時也辦理我們里長講習 一共也有3次 也辦理104年度 我們的里長的表揚活動 那針對我們的環境清潔 以及登革熱房子的部分 我們也動員區公所能力 以及所有的社區的自公能力 進行我們的資深員的檢查 還有巡查 那同時我們也成立了里級的房子說明會 那同時也派人專案的一個督導 那同時我們也針對我們在整個環境裡面 我們的烏厚溝 我們也鋪設沙網以及粗鹽 還有漂白水的一個使用 就是為了達到 讓我們的鄉里能夠得到絕對的乾淨 那在督導區公所 推動空地綠美化的部分 我們打造親近家園 以及優雅美麗的環境居住空間 那台队推動婦女參與的部分 我們婦幼空間 我們以婦幼友善空間 安全作為我們的主題 那同時我們在社區 我們進行檢視以及改善 那同時我們也極力的推動 我們的性別賠利的工作 那在協助我們的防災應變 以及整備工作的部分 我們不只是推動防災整備的工作外 我們更積極推動我們減災的工作 就是務必要達到 讓我們的整個社區環境 在我們的遇到災難的時候 我們能夠確保大家的一個安全 那在辦理區裡特色的活動的部分 我們率全國之先 我們以主題式的概念 來執行我們的區特色的活動 那相關的活動也都陸陸續續 在我們的區裡面我們在進行 那在福島我們的基層建設工程品質的部分 我們在104年度的時候 我們的區公所一共完成了714案的一個 基層公設的一個成果 那同時在不足的部分 我們也由民政局這邊來支援 也完成了251件的一個改善計畫 那在宗教禮俗的部分 我們輔導宗教團體 來進行我們的團體的表揚工作 那一共也有116家進行獲得表揚 那同時我們也辦理我們的宗教指示人員 以及相關的業務講期工作 那也有500多人參加 那同時我們也辦理宗教團體法 還有登記換證的一個座談會 輔導我們的宗教團體 他們在換證的過程當中 能夠確實了解 那另外我們也輔導我們的宗教團體 土地建物合法化 以及土地更名的一個登記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完成了45家 那同時我們也推廣 推廣我們的寺廟環保性的一個措施 那在去年 我們在整個宗教換證的工作上 截至105年4月1日 我們的宗教換證率達到93% 那也是全國第一高的 那在推動我們的校道 以及支持我們的年輕人部分 我們也舉辦我們的成年禮 以及我們的校型獎 那同時在人權工作的方面 我們民政局 我們除了有人權學堂以外 我們還積極的推動 相關的人權的業務工作 那同時我們也辦理同志 公民人權的活動 人權新聞獎的部分 那同時在這個部分 我們辦理同志的一個助記工作 這也是率全國之先 也帶動了全國現在目前 在整個助記上面的一個合作機制 那在冰葬管理工作的部分 我們積極的提升我們的冰葬服務的設施 還有我們的設備 所以我們在105年2月 我們也完成了18套火化爐具 的一個太舊幻星 那同時我們也 將我們相關的環境空間 進行整理 那我們也完成了 我們檢古市的一個改善 那同時我們也全面實施 我們電子晚年的一個實行 那在改善公墓 還有納古塔設備設施的部分 我們在104年度 我們下半年 我們也完成了湖內美農 山明協定田寮的 納古塔的設備設施的改善 那我們也在105年 我們也會分5年的時間 持續的將人武 內門 齊山 陸竹 鳳山 還有湖內等六區的納古塔外 我們進行修繕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也會持續推動 我們的公墓的一個簽帳 我們在三棉復頂金公墓的部分 我們在由過去的6年的規劃 我們已經縮短期程為4年 那同時在經費的預算上 也由11億 我們大幅的下修 再6點多億 我們即將完成 那未來我們的三棉復頂金公墓 我們將會完成45公頃的一個 綠地的一個規劃跟設施 那除了在復頂金公墓以外 我們也即將在今年的年底 完成我們阿聯第一公墓的一個 簽帳的一個工作 那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的針對 我們公墓簽帳的工作 我們持續的加油還有努力 那另外在我們邊障 環保邊障政策的推動的部分 我們全面推動我們的 電子晚年的電子化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完成了我們環保金爐的一個設置 一共目前在我們第一兵館 一共也有四座的環保金爐 那同時我們也在旗山 在院巢我們推動我們的速撒帳的一個工作 那也進行聯合祭典的一個工作 那同時我們也積極跟民間的殯葬業者合作 然後推動相關的殯葬服務 那第四在我們的護震服務的部分 我們積極在服務成果上面 我們積極推動我們的這個便民服務的措施 那除了我們的護震找班車 中午不打烊 六九一二週末貼心服務 假日受禮預約服務的部分 預約結婚登記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推動我們的跨機關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也有專人服務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愛心服務櫃台 專人服務還有手語的服務 我們推出相關的服務 就是務必讓我們的民眾 感覺到我們在整個護震上面 對於民眾的貼心 那我們也積極跟其他的相關機關 進行配合 那我們跟外交部 內政部 那同時我們跟社會局 衛生局 推出相關的一個護震服務工作 那在新住民服務的部分 我們積極爭取內政部 外配基金的一個補助 一共也達到一百三十萬元 那也藉由這些基金的益處 我們辦理相關的課程跟計畫 來服務我們這些新住民的姐妹 在門牌的服務 我們一共清查跟補換新式的一個門牌 那我們也補出換新式的門牌 那我們也換發我們過去的這個最小次的門牌 那在我們的行動護所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的創新服務的部分 我們首創我們的行動護所服務到家 那第二個我們也創造 我們的走動式櫃台 還有我們的充電服務 這些都是我們在整個護所部分 我們進行創新服務的一個作為 那未來我們還持續要針對 平衡我們區域的發展 建立區域聯盟的概念 進行這個跨域的合作 那第二我們也要加強我們理政資訊系統 提升我們的醫化功能 有效的來提升我們的理政經營的一個效率 那第三我們也持續推動我們高雄市 第一我們的寺廟還有我們的祭祀的一個環境 那第四我們也推動我們多人環保障法 還有我們的培障減量 務必達到我們的絕對環保 那第五我們也推動我們的進化護震服務的特效 要持續推動貼近民眾 以民眾需求為概念的需求服務 那再來我們要持續的推動我們小型工程 那將我們的路面整屏孔蓋整屏 減量下地的一個相關的作業 本局將所屬同仁將持續各項創新的服務 務求更務實更創新的做法 追求更卓越的行政效率 讓我們的所有的高雄市民能夠得到最佳的民政服務 在這個部分也建請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持續能夠給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一些相關的指導以及支持 那最後也預祝我們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以上報告 好 感謝張乃謙局長 因為我們民政委員會有六個局處 所以每一個局處所長報告 盡量控制在十分鐘以內結束 接下來請秘書處陳瓊華處長報告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先生各位女士 大家早安 我是秘書處處長陳瓊華 很榮幸帶領秘書處主管到大會報告秘書處最新的業務績效 那本處沒有新任主管 所以我們直接就以六個面向來跟大會報告秘書處近期的工作重點 那秘書處近期工作重點總共分成國際事務面向 總務管理面向文書子宮精簡還有消費者保護的面向 再在國際事務面向的部分 我們國際事務的目標是建議在讓世界看見高雄 這樣一個目標除了是對高雄的一個獨特性的自信心 是多元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之外 我們也期待讓邀請世界看見高雄 讓我們所有市政努力建設的成果 有更加加成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元宵節第二年舉辦的這個國際舞宴 是高雄一年一度的國際盛世 我們每年都設定主題 以最有高雄特色的技術 食材跟文化演出 來讓我們來自國際的姐妹室友好城市 以及國際各個的使節團 用另外一種角度來認識海港高雄為一個獨特性 那我們今天特別選在高雄的生命之河愛河盤舉辦 然後以向樹林小吃致敬推向國際舞台的理念 我們跟著十一家小吃合作 推出了包括我們的小肉掌、春捲 還有我們的奇魚、黑輪、豆花等 高雄人從小吃到大的這個樹林小吃 來宴請我們來自各大洲各大洋的國際人士 那這樣子一個創舉也獲得了媒體跟國際人士 對高雄不同的認識跟也讓我們的飲食文化更有一個自信心 那隨著高雄積極的參與國際活動 甚至主辦國際活動 提升了高雄的能見度 目前各國代表跟城市首長的一個訪問高雄的一個代表團 樂意不絕 那來訪成績跟人數都高於往年 那我們期待透過在這個短暫的拜會過程中 我們期待透過每一次當季的一個水果、結令、點心的一個擺設 在最短的會員時間之內去介紹高雄在地的特色 高雄在地的物產跟文化故事 那我們今年 我們去年11月也以高雄最有特色的細思甲活動 邀請了一項聚集在台北這個駐台代表團 以及國際媒體來訪高雄 體驗了高雄 除了我們的細思甲的文化活動之外 也體驗了高雄最新的市政建設輕軌 還有我們高雄的這個市政文化觀光景點 我們期待讓這樣子 booking的一個主題式的邀請 那一項比較有只有台北觀點的這個國際媒體跟人士 認識到說台灣不是只有台北 更能代表海島國家台灣的城市 其實在我們海港高雄 那除了這些國際媒體還有國際時間團的邀訪之外 我們希望充實我們既有的姊妹室實質交流 那我們持續列年難拜每個這個連選 我們本市的公務同仁跟學生 前往跟高雄市並容滿伴世界姊妹室 韓國府山進行實質交流 那在各方面努力之下 我們城市會交流一個非常實質的突破 包括今年3月上旬 相隔30多小時飛機航程的阿根廷的虎城市 親自帶領了市政跟商務考察團30多人 到本市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 那也參訪了當時的油田展並進行採購 那3月下行高雄市也成功的 與日本全馬縣繼續簽訂這個MOU交流合作 那接下來5月中旬也是兩個禮拜之後 日本三行縣知事將率領30多年的考察團 到訪高雄並簽訂我們這個友好交流備忘錄 那今年9月巴萊瑪市長更將親自代表 率領他的代表團到高雄來簽訂解密 市民文明錄 那高雄市政府秘書處 將持續透過本市的大型國際舞台 包括2016我們今年9月份在舉辦的 201月國際港灣城市論壇 跟明年2017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擴大我們高雄市跟全球各世界城市的 一個接觸的界面 那除了國際事務之外呢 我們在提升公共環境的部分 鳳山四圍行政中心持續執行這個水電精神 精神政策的同時 我們也來替換了已經有20多年歷史 四圍行政中心的這個燈管 全面替換為LED的燈管 然後樓梯今天也加裝了這個紅外線的感應器 我們期待透過這個目前的光電科技 能夠同時兼顧我們人員精簡 跟公路空間的安全的政策目標 那同時我們也以空間改造來呼應 本市鼓勵深夜空間的政策方向 所以我們重新改造了市府的博物室 提供我們洽工民眾 或者我們市府同年 願意母親更安全友善的一個補充空間 那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從本身做起 營造這整個一個 市府高雄市的一個公路環境的品質 所以我們也全面整修了這個平面停車場 提供更安全進步的公路空間 那同時為了讓市政導覽 跟上次所謂的科技進步 所以我們嘗試現在市委行政中心 一樓的電梯區設置的導覽機 提供我們市民朋友更互動式 有深色的市政資訊服務 跟公益廣告的訊息 讓市民朋友有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品質 那除了公路環境品質之外 在眷設管理的部分 我們持續的積極回收本市的眷設 除了部分交由財政局進行財務處理之外 我們有部分也進行土地整理 空間改造成為該區社區休期的示範景點 那也部分也交由市府的機關 就近使用統籌市府的整體的物力跟資源 那在文書答案的部分 答案管理的部分 我們落實機關禁用這樣的原則 持續進行歷史答案的移交 那高雄縣 目前是分原高雄縣的檔案 跟原高雄市的檔案進行移交 那高雄縣檔案的它的起步比較快 目前已經移交達達百分之六十一 那縣市所有歷史答案移交 預計在一百零六年 也就是明年全部完成 那同時呢 我們也進行這個年度例行的 金檔獎跟金子獎的評選 那這個除了是鼓勵 從事檔案管理的基層同仁之外 我們也透過這個時候 同時進行各局處的檔案的一個 實例的一個考評 那同時今年一月份 我們也制定了高雄市政府檔案 管理考核要點 讓各局處的檔案保存 都有所考評跟標準 那在職工精檢的部分 我們持續進行職工精檢 職工的臨時人員 我們分別以不辛苦 以及月缺不補 目前已達到兩位數的一個精檢成效 那今年一月份 我們也制定了高雄市政府 臨時人員管理考核要點 讓全府的臨時人員的管理考核 都有一致性的一個標準跟依據 那在消費者保護的部分 我們期待透過多元面向 來推動消費者保護工作 那同時我們成功會邀請了 台南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我們共同致定的 南高屏三縣市突發性 重大消費事件的共同處理原則 以南臺灣共同發生 跟集體保障南臺灣消費者權益的方式 因應目前全國性 層出不窮的這個實案 跟消費權益事件 讓南臺灣的聲音 在這一些事件當中不缺席 那因應了我們三業的一個環境的樂趣複雜 所以消保作為應該更積極 所以我們把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從每年的召開一次拉高頻率 成為每一季召開一次 那並得開零時會 也就是說由市政府這邊來邀請 與民間共同加密這個消費者的保護 防護網 那消費者的一個業務的部分 除了例行的爭議調節 以及跟各局處進行這個主題性 然後季節性的一個查查之外 我們也要求消保官積極的走向外界 所以呢也 這一波的消保官也到媒體 到民間單位進行這個教育宣導 未來在今年的六月份開始 我們也將走向臨禮 與個人基層的市民朋友 宣導這個消費者保護意識 那除了這多元面向的一個宣導之外 我們也與外部單位進行合作 包括我們的法福基金會 還有我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合作的卡在諮詢專線 還有我們的系列講座 我們協助市民解決跟預防這種 在現代社會層出不同的金融消費衍生的危機 那在簡報的最後 秘書處持續努力的方向 包括第一個 突破城市外交拓展實質交流 我們期待所有的MOU或解面式的簽訂 不只是書面上的 更可以透過實質的交流 對兩邊的城市產生實質的影響 另一部分包括營造行政空間更進步 我們希望四維鳳三 它不只是一個空間大樓 它是更為我們市民所親近使用 以及第三個部分 普及消費者的保護意識 我們希望消費者保護意識 是讓我們靈里之間就可以 有這樣子的一個資訊來源跟管道 那第四個部分是包括 因為秘書處是一個 比較屬於公務資源的管理跟分配的單位 我們希望透過制度化的建立跟數據化的管理 讓這樣子的資源分配跟管理有所依據 接下來最後一點就是 秘書處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木窑單位 我們最大的核心任務就是 輔助市政團隊運作 所以我們期待透過制度的建立 科技的運用 能力的善用 讓即使是數目的工作 也讓數目價值極大化 以上是秘書處的檢要報告 那盡請各位醫學院先生 允事指教 謝謝 好 感謝秘書處 陳瓊華處長 跟大家報告 立臨現場的議員還有 李順敬議員 曾立正議員 陳立正議員 立臨民政委員會聆聽 接下來請 嚴考會 嚴考會 劉敬欣主委報告 召集人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嚴考會 我是嚴考會 主委劉敬欣 以下由嚴考會 來報告 近期的工作成果 那這是本會的組織架構 有幾位新的主管 要在這裡先介紹 首先是 綜合計劃組組長 郭榮哲 管治管合組 管治考合組組長 郭寶生 還有聯合服務中心主任 何一倫 那我們的簡報的內容 就包含 研究發展 綜合計劃 管治考合 工程查核 1999聯合服務 以及執行服務 這六個部分 首先在 研究發展部分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 一個委託研究案 是1999的巨量資料分析 我們希望藉由分析 1999所累積的 大量的資料 來了解民眾的需求 來強化市政的管理 這個委託案 在今年的5月下旬 將會進行其中報告的審查 我們也鼓勵 高雄大學研究所裡面的 博士生 碩士生 來研究跟高雄市政相關的議題 我們在104年度 補助了論文研究5名 並且獎勵其中 優良的論文3名 我們也鼓勵市府的員工 進行自行研究 104年度 各機關學校提交了 31篇的研究報告 其中獲獎 假等的有5篇 疑等的有4篇 加作6篇 從今年開始 我們自行研究報告 轉型為 市政創意提案 我們將鼓勵機關學校員工 提出對市政改革的建議 預計在5月底以前 由一級機關推薦 提案到研考會 進行評審 那針對多元議題的推動 我們向陸委會申請了經費 補助人發中心 地震局 法治局等三個機關 辦理兩岸事務的 研習的課程 針對公民的參與 我們將配合2017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推動公民的參與式預算 另外我們針對婦女 以及高齡長輩這兩個族群 我們也另外有一個公民推動 公民參與計劃正在進行中 那市長跟高雄各大學校長 有定期的聯誼會報 7年12月在文藻外語大學 舉辦了第9次的聯誼會報 會中討論了智慧城市 前進東南亞產官學合作聯盟 長期照護社會創業 以及國際產學合作等議題 研考會發行城市發展半夜刊 去年底第19期的主題是 打造銀法組的幸福城市 已經祭送各位議員參與 下一期的主題是智慧交通 綠色運輸 預計在六月發行 研考會也辦理政府服務品質獎的 輔導與推薦 今年我們推薦了七個機關 其中我們地震局的 雲端地極行動網獲獎 此外消防局跟大寮區公所也獲得入圍 第二部分是綜合計畫 包括短、中、長期的計畫 首先我們針對高雄的發展與轉型 提出高雄翻轉計畫 市長在市政報告裡面已經做了簡單的介紹 其次針對四年的中程計畫 我們每一年做檢討 並針對一百零四年的執行成果 提出切施改善 使中程市政計畫能夠更貼近社會的需求 再來是年度計畫 一百零五年市政計畫 在去年八月完成預算編列 送議會審定 九月的時候 將市政計畫草案送議會審議 修正後 以十二月匯編完成送交議會 那一百零六年的年度的市政計畫 則正在審理作業之中 在區域發展方面 我們的跨議合作已經從高雄屏東擴展到台南澎湖 去年八月召開海洋雙星聯合治理會議 為高雄市跟澎湖縣的互助合作奠定了基礎 針對國安會的國家建設總和評估規劃中程計畫 本會協助經發局的因應氣候變遷的用水調適行動計畫 以及都發局的高雄市智慧國主規劃模式 這兩個計畫獲得補助 研究成果將可以作為未來區域發展規劃的依據 那第三部分是管制考核 一百零五年的各列管考案總共有四百六十一案 我們每個月會追蹤它的進度 如果有問題就會立刻提出警示 來督促各機關加速辦理 在市營市業的考核方面 我們去年完成的輪船公司 動產職介所 鋼山果災市場等三家公司的績效考核 在道路安全業務的考核方面 我們去年完成各項工作計畫的書面考核 跟實地的查證 一百零五年將持續列管 此外我們每個月針對各機關的公文時效 進行統計分析 那麼在去年的八九月之間 針對十個機關包括四讀書館 進行公文查訪 接下來是工程查核 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 一共查核了九十三件 由於辦理的績效良好 我們在工程會 一百零三年度的全國考核中獲得第一名 那麼一百零四年度的績效考核呢 中央正在進行中 我們查核的工程包括道路、建築等等 二十一項、二十一類 我們也積極辦理查核的取樣 那個抽驗率高達七十一Percent 為了掌握最佳的查核時機 我們要求各工程機關定期到標案管理系統 進行工程的進度的更新 那我們也積極辦理全民督工的通報案件 四年來我們辦理績效縮短了三倍 民眾滿意度也提高了三倍 我們一百零三年的辦理績效獲得工程會考核為優等 此外我們辦理釐清粉泥土宴場的教育訓練 我們舉辦同仁道故宮南宴以及國家格局宴進行工程的觀摩 來提升專業的資能 那第五部分是聯合服務 聯合服務中心提供了零貴的諮詢、陳情 以及市場信箱等多元管道的服務 一百零四年八月到一百零五年三月之間 衛民服務案件總共十萬八千多件 一九九市民服務專線電話處理量六十萬通 平均每個月高達七萬多通 一九九的高雄一直通手機APP 有市場的信箱、拜公的派修等六項功能 今年進行改版可以更貼切使用者的需求 最後是資訊服務 我們推動資料開放平台 七年度我們結合了民間社群 將市府的預算以及一百一十九根工業大煙囪的排放資料視覺化 能夠即使讓民眾能夠了解 未來將繼續鼓勵各機關的資料開放給大眾 並透過評比與獎勵 以及後續的加值應用 那麼對於市府的網頁 我們為了因應行政院 國發會最新的網頁的規範 本府的全球諮詢網 已經導入響應式的網頁設計 可以針對各種行動的載具 能夠最佳化它的視覺跟瀏覽的效果 本府的全球諮詢網 榮獲國發會一百零三年跟一百零四年全國網站 營運績效減合滿分的優異成績 為了使我們的資訊流通更順暢 我們不斷的充實主機機房的設備 同時也取得ISO27001的資安認證 並加強資安監控及流量分析 擴大入侵防衛機制 執行主機的弱點掃描跟防護 要防範資安事件的發生 最後我們配合行政院的I台灣計畫 在各公共場所建置無線網路熱點 到三月底本市共有705個熱點 可以提供民眾的免費上網 以下是研考會的重點工作報告 未來我們將持續發揮 對於本府各機關的聯繫協調跟整合的角色 並善盡研究發展跟考核的職責 務使市府市政的效能能更為提升 在此感謝各位議員的指教與鼓勵 敬祝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感謝研考會劉敬新主委向大會報告 本會張漢中議員到現場聆聽報告 接下來請人事處葉瑞宇處長 我 歡迎 那今天的報告我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個是業務執行成效 未來工作重點以及解育三大部分 在業務執行成效部分分十點報告 首先第一項健全組織功能 落實原則控管部分 那我們在組織編制不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因為業務需要來進行人力調整 在這個期間裡面 我們修正了小港區等12區衛生所的組織編制 另外為了防治登革熱疫情 我們在環保局成立了登革熱防治隊 另外在原則控管部分 我們在104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精準比例達到9% 那我們105年繼續以抑制人士會零成長的方式 原則在精準2% 所以今年要精準合計到11% 第二項在多元人力金融積極關懷弱勢部分 我們市府人員都是以內生外捕並重 那這個會期104年8月到105年2月部分 我們一共有1084人內生外捕 另外在貫測考試用人部分 我們104年各項國家考試 我們直接提報了393人 另外在禁用身心障礙人員部分 我們依照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的規定 到今年2月為止應該禁用1136人 我們已經禁用1935人 禁用比例達170% 另外在禁用原住民部分 依照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規定 我們應該禁用75人 那目前我們已經禁用280人 禁用比例達373% 另外我們也辦理多元人力禁用的研習精進專業 包括身心障礙者考試提缺 及友善工作環境行為座談會 以及行政法案法解析及案例 分享研習 那滿力度都達到九成以上 那另外在行作優質組織拓展人事服務部分 我們建立了人事服務網 整合了人事人員專區 人事業務填報系統 以及Web ITR系統平台 另外這個平台裡面也建設統計功能 巡政分析強化人事服務的效能跟品質 另外我們也輔導本事工人協會推展會晤 並辦理會員交流聯誼 那目前會員有3600人 第四項 在性別評選多元化友善之常再升級部分 我們為了促進女性參與決策 我們積極把握優秀女性主管 目前為止 我們各機關的一級單位女性主管 比例達五成以上 另外為了讓性評觀點融入政策方案 所以我們在31個機關 一級機關都已經全部設置了性別平等小組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性別主流化研習 強化性別意識賠利 另外在開發人力資源機關人員雙贏部分 我們訂定了高雄市政府推動 用行錯文官優質組織文化實施計畫 落實連鎮中城專業效能關懷的文官核心價值 打造連能政府及友善城市 另外我們也應用創新思維 訂定了高雄市政府儲備中階主管培育計畫 培訓了 建設第90層以及第80層的主管人員 另外我們在104年9月到今年2月 運用幸福高雄創新卓越學習列車 辦理政策性訓練41場 發揮策略聯盟及在地化學習 另外我們開展人力資源作業部分 參加競賽獲得家機 包括我們104年人事業務計較考核 榮獲直下市主的第二名 另外我們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也經評鑑榮獲優等獎 另外我們參加美國卓越人力資源管理競賽 得到金牌獎以及銀牌獎 另外我們為了靈記團隊共識 我們在去年9月辦理首長共識營 以世界咖啡館的模式來研討 規劃市政相關議題激盪可行策略 另外我們為了強化本府一級機關 建任第九陣主管跨局處及橫向溝通領域 我們辦理了co-working共識向前行 九等主管聯席 另外在推展人力交流 成功邁向國際部分 我們在104年直月修訂了高雄市政府 卓越都市公務人力交流要升計畫 林建環保局以及秘書各藝人出國進行交流 另外我們辦理各類國際語言頒起增進我們同仁的外語溝通 另外在開展數位領域計畫學習意願部分 我們訂定了加持for you高雄市政府 105年推動數位學習實施計畫 更續鼓勵同仁踴躍參與 另外我們推動數位學習異星方案 點亮亮一點數位達人在港都 榮獲中央評審為優等 另外我們也自制的還有行銷數位課程 到105年1月為止我們一共有700門課程 那時數達1303小時 另外在掌握發展脈動充實核心能力部分 我們依照施政目標規劃專業訓練 管理訓練法治訓練人文研習 趨勢研習政策訓練等研習課程 那這期裡面我們一共開辦了191個班旗 合計有1萬多人參訓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新勢力講堂系列演講 經典明年講座邀請蔡和誠老師分享如何減少癌症 萬俗堅老師分享西拉雅的生活美學 還有翟本喬博士分享網路政府 另外在健全文官專業發展提升人力價值部分 我們辦理了出任健身主管人員訓練 還有護政主管研習班等 提升我們市政的執行力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職能管理師認證班 專案管理師認證班 發展我們專業認證的課程 創造我們訓練的價值 另外配合永續移籍城市 我們本府人發中心規劃了14個環境教育的課程 並且榮獲環保署頒104年環境教育 終身學習護照推廠計畫的特別獎 另外在本期我們也針對我們同仁 也辦理了本府八成以上主管的 生態身心健康促進研習營 還有警政人員的諮詢輔導研習班 還有情緒管理研習班 以及一般同仁身心健康多元計劃 一共有9個班旗 另外在開發人力資源 機關人員雙營部分 我們也透過與大學院校策略聯盟的方式來辦合作 辦理合作 包括我們本市中山一所實踐等八所大學的大學生 來暑期參與我們的市政 另外我們也持續發行政策與人力管理專頁期刊 在辦理公安議題延期提升危機處理能力部分 我們也辦理了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 活動規劃與風險評估 防災資源整合與跨域協調 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等 延期課程都是採在地化的信念方式來辦理 第六點在表彰基憂效果凱謀部分 我們這個期間我們選拔本府有16位模範公務人員 其中我們本府環保局的視察 榮獲行政院模範公務員 另外我們本府消防局的第四救災救護大隊獲選 為公務人員結束貢獻獎的得獎團體 在活化員工協助深耕關懷理念部分 我們多元宣導拓展我們員工協助方案 另外我們也委託張老師面對面的諮商方式 提供我們同仁安心的服務 另外我們也培育了我們同仁成為關懷員 讓他們擔任我們本府員工心理健康的第一線的守門員 另外我們也推動健檢措施 在104年共有4800多人辦理公交健康檢查 另外在多元福利措施超值福利服務部分 我們也配合樂婚怨生能養人口政客 辦理了八場次的樂婚聯誼 另外我們也輔導我們22個社團 在去年8月辦理員工社團成果展 並結合公益服務活動 另外在多元福利措施超值福利服務部分 我們配合中央福利措施 在我們不發揮我們市政府 經費預算的情況之下 我們推動了環星好康特約商店 圈列店家達到903家 另外由新光產物保險等 乘坐我們汽機車強制保險的優惠 另外我們也合家安康團體意外保險部分 我們也請保險公司來乘坐 都是在不發我們市政府的經費之下來辦理 另外在貫徹退府照護 鼓勵志願服務部分 我們在104年7月到12月 我們一共辦理了公教人員 一共1054人辦理退休 另外這個期間我們也辦理23件輔修案 另外在活化公教人員每核參與志願服務部分 我們結合員工的興趣專長 激發他們投資資願服務 105年春節的時候 由本府書法社書寫春聯配合食物銀行 送到偏鄉去 另外在第10點 創新一流服務優化人事服務品質部分 我們運用我們ECPA及WebHR系統 勾基比對相關資料 確實掌握現有員工數 善用WebHR選聯系統 還有統計分析能力 簡化我們人事服務 另外我們也修正了提升WebHR系統各項指功能的實施計畫 提升作業系統操作效能 另外我們也持續推動WebITR系統 系統雲端化及虛擬化管理 提升資訊軟硬體資源整合 以及系統維吟效率 在未來工作重點部分 一共有辦理員工 辦理員工 辦理員工評鑑 精進員工管理措施等六項 那為了有效抑制人事會成長 並落實員工員工員工管制 我們各機關在組織調整以及原則配置 我們採原則精簡 組織扁平化 檢討委外或民營化 還有總量管制等四項原則來辦理 那我們在今年二月 韓班的高雄市各區公所原則評鑑實施計畫 從組織業務人力財務及工作方法 以及流程檢視人員配置的合理性 另外在更新推動本府員工協助方案部分 我們將應用多元宣討方式及服務措施 持續來辦理 協助同仁解決工作上可能發生的問題 並且提升本府同仁的職場幸福感 另外在精進優質培訓貨值公務人力部分 我們持續強化培育中階主管 增進業務接班能力 另外我們也以文早外語大學 合作推動本府員工個人化的英語學習 另外在深化數位課程製作 行銷與推廣活動部分 由我們本府人發中心製作 市政治理在地化以及城市議題 相關數位學習課程 那一百零五年度 除了要深化課程內容 並將更續推動相關行銷活動 以多樣化內容以社群先導管道 讓公務同仁以及民眾同步取得最新的訊息 另外在實施退休登記制度 妥適應用退伍經費部分 我們要持續貫徹登記退休制度 何時有效運用財政調整及輔導機制 有效控管運用及退伍經費 另外在規劃多元文康措施推動參與資源服務部分 我們要更續來輔導多樣化的員工社團 辦理樂婚聯誼活動 營造樂火的職場 另外也要推動及鼓勵員工 積極參與志願服務 發揮個人價值 那持續精進人事資訊系統 服務效能部分 我們要深耕拆取管理的價值應用 推動人事資料整合 那落實人事業務流程再造 積極應用統計功能 創造人事決策 巡政機制與應用 最後 人事人員成為各機關員工的策略夥伴 一向是人事行政的首重目標 那人力資本決定組織績效 作為人力資源管理實行者 面對外在環境的多樣多變以及挑戰 將秉承更活化的創新資維及工作態度 使文官發揮專業能力 並持續精進全力達成市政目標 以上報告 尚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繼續給予支持指教 最後敬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感謝 感謝人事處葉瑞儀處長 接下來請法治局 許乃丹局長報告 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是法治局長許乃丹 很榮幸能為各位報告 本局104年9月至105年2月的業務執行概況 首先先介紹本局職務異動的主管同仁 我們的新任主秘徐武德 我們的新任專門委員白瑞龍 我們新任法規二科科長張瑞琳 請各位指教 接續報告本局的組織編制情形 本局肩負法 市府法治幕僚的重責大任 組織編制有 原額43人 下設宿院科 國北科 法規一二科 秘書室以及人事會計等 組織系統以及業務執行長 都請參與資料 其次報告本局的業務概況 首先在辦理810話七報 損害賠償請求權讓予的部分 截至105年2月為止 已經撥付求長救助金 達新台幣5億242餘萬元 另外對肇事者提起損害賠償訴訟部分 已經在104年12月底 全部起訴完畢 目前共起訴六件 全部都在高雄地院審理中 再就本局法規審議部分做說明 市府設有法規會下至委員13人 委員組成以及運作內容 請各位參與資料 在現行有效的市法規部分 目前共計有1104種 其中自治條例有88種 自治規則有297種 那本期市法規審議的情況 在自治條例部分有5種 自治規則有27種 其餘都請參與資料 在訴願審議部分 市府設有訴願會下至委員12人 委員組成以及運作方式 也請參與資料 那目前在本期的訴願案件審議情形統計裡面 共計審議909件訴願案件 其中撤銷的部分有218件佔比率24% 其餘請參與 在本期審議訴願案件的類別統計部分 以環保類跟勞工類分居一二 比率達52% 那本期撤銷訴願案件的類別裡面 還是以環保類跟勞工類佔居第二名 其餘數據都請參與資料 另外就國家賠償部分 市府下設有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委員會 置有委員15人 委員組成 以及運作方式請參與資料說明 在本期國賠案件審議情形部分 共計審議95件國賠案件 其中同一賠償部分佔17件 達18% 拒絕賠償部分有62件 達65% 本期的國賠案件的類別 第一類是公務類 達37% 佔第一名 第二類是警政類 達15% 至於本期國賠案件的賠償明細表裡面 其中協議賠償部分有15件 佔88% 訴訟賠償部分佔2件 比率是12% 其餘請參與資料 另外就法令事宜的部分 本局身為市府幕僚 負責提供市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實務作業 遭遇法律1億的解答 那在本期法令事宜的成效表部分 其中第一個部分協助市府各機關會簽案 總共有660件 參與市府高層以及市府各機關會議共201次 有關本期辦理法制業務活動一覽表 也請各位參與資料 在本局未來的工作重點部分 第一 審慎審議是法規草案已符合市政需求 第二 嚴謹審議訴願及國賠案件 已充分發揮行政救濟功能 第三 隨時更新並提供正確完整的法規及法制業務相關的資訊 第四 持續實施電子化多元化的訴願程序服務 第五 檢視各機關法規案 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以符合各種性別的權益 第六 持續辦理法制業務 延期提升法制同仁的法學素養 第七 不定期辦理法制業務輔導 以加強各機關人員法制實務操作能力 第八 配合各機關辦理法令宣導 提升市民法律水準 在此非常謝謝貴會對本局一直以來的支持與執政 使本局業務能夠順利的推展 在此公祝大會圓滿成功 以上報告公請指教謝謝 謝謝 感謝法制局 許乃丹局長 接下來請人事處 陳榮洲處長 政風處陳榮洲 趙吉仁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想新鴻貴會第二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個人有機會代表政風處代指提示報告深感榮幸 我想也向貴會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 對我們本次的業務 所給的支持跟指教 表達由衷的感謝 我想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新進主管 有主任秘師 我貌心 謝謝 我想本次我們是以事先預防建構規範 新立福的一個工作思維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防灘試灘在防灘的理念來推動各項的業務 以下僅就我們推動的情形來做報告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有定期召開聯政會報 規劃聯盟的政策 我們來提升我們的效能 本府及各機關 僅有定期來召開聯政會報 在會議中 僅由A管單位進行各項的專案報告 藉以檢視各項措施的執行情形 另外延提相關的提案 透過會報的平台來加強風險的控管 第二個部分我們希望落實風險的業務評估 來強化內控複合的機制 以發揮疫情的功能 我們希望能夠審慎的評估機關風險的業務 我們都請我們所屬的各個政風機構 來辦理各項的專案集合 相關集合的情形 針對維持風險來協助訂定相關的作業 以增進機關的內控的機能 再者我們督導相關的政風機構 針對潛存維持的風險 適時的依依導陣 提出相關的疫情作為 如像土地的建架作業 還有工程剩餘土方的處理等情形 以作業防備的機制發揮疫情 心理的效果 第三個部分我們希望落實 採購程序的監辦作業 我們各個政風機構 經依據匯同監辦採購的辦法 來辦理採購監辦的作業 以強化採購作業的流程 再者我們為了提升採購案件的效能 效力 針對我們本府各機關的採購案件 我們進行相關太樣的匯整 跟比對的分析 來計議辦理相關的採購機合 以了解有採購相關的維師 來建前採購的相關作業程序 第三個部分 我們推動行政透明 來提供便解的服務 我們針對建築物安全的議題 我們都請我們政風機構 來協助機關來建置營業場所 公共安全的檢查資訊網 提供營業場所之商業登記 保險資料 以及建築物等線上查詢系統 以提供市民便解的服務 第四個部分 我們廣征施政建言 我們來共享我們施政的成果 第一個部分 我們為加強機關與業者的溝通 我們提升業者對建築安全的重視 我們有辦理建築物建造 及使用使造合法的專案集合 來協助修訂各項的措施 並舉辦建築管理與企業的誠信論壇 邀請相關聯員來共同檢視 研議心力防閉的機制 再者我們為提供機關 車禁連能辨明措施的參考 依據我們有辦理相關的聯政研究 如辦理有地方警政聯政的策略 以及機關衛民服務及稅務聯政等調查 我們希望透過外部的意見 來瞭解業務上的相關的需求 再者我們為了深入了解民情的需求 我們推動有加水站 維護聯政平台 我們希望透過刑查的部分 來發現相關的切施行情 經以請業管單位來進行複查 並針對它使用情形 我們進行相關的訪查 以瞭解民眾的需求 再者我們透過聯政的平台來協制 政策的先打 及反映民眾的需求 相關的意見金交由 一管單位來妥勝處理 第五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基層來行銷 緩匯險 積極推動 誠信教育 建立全民的緩攤共識 我們結合我們聯政志工 我們拍攝聯政的宣傳短片 我們來深入各個社區來播放 並應用機關的外牆 及大型活動的時期 我們來播放相關的演出 另外配合各種大型的節慶活動 來辦理聯政行銷的活動 再者為了使誠信理論的向下雜根 鼓勵學校實證共同參與聯政工作 我們有編印聯政繪本的故事師 並責定相關的內容來製作電子師 掛置在網站上 另外我們有籌辦愛在原鄉的人能子安的生根活動 結合聯政志工和原鄉來辦理相關的系列活動 另外我們有辦理校園的擁抱誠信 等校園連結的收雇史及短片的先導活動 引導協同建立正確的法制觀念 再者我們前面先導反匯險的觀念 我們配合民政集來辦理一系列的活動 來辦理相關的反匯險的先導 另外我們都請我們鎖使政風機構 在各個機關發放各項文宣播放短片等 以強化民眾反匯險的決心 第六個部分我們希望落實執行陽光法案 嚴謹殘人申報審查作業 我們推動聯政能力登陸這個作業 我們依規定來辦理有關的登陸 請託關收的登陸 季節營業應酬等 相關的作業 經依規定來簽報所長並移以建黨 另外我們本府各機關一百零三年 有受理工程鏈財源申報三千八百零三年 我們都依據財源申報審查作業 以及百分之十四的撮合比例 來公開抽出五百五十一位辦理實質審查 並就與相關人員進行前後人的比對 審查的結果經依相關規定來辦理 第七個部分 我們持續員工的法制教育 表現人員的事蹟 我們更新辦理聯政教育 提供公務人員完整的法令的資訊 我們提供向公務員森林小兒補助款等特定議題的講習 另外有辦理相關的線上的聯政課程 再者為了服務財產申報人員 能夠他降低申報的錯誤 我們舉辦說明會 以及辦理走動式的服務方式 並積極的來推動 使用財產申報系統的網路申報作業 讓申報一切能夠順利完成 再者我們辦理我們本土一百零四年的 連結楷模選拔 經由各機關推薦 有五十四位來參加診嫌 我們最後顯示十五位連結楷模 我們利用市政會議來公開的表揚 第八個部分 我們確保機關設施安全遺防危害事件的發生 對可能發生危害風險 顧慮的各項重大捷慶活動等 我們測定各項的計畫 以防範各種事件的發生 並都請我們各個政風機構 召開安全訪問會報 並且實施各項的檢查 再者我們為了強化維護的措施 我們訂定各項維安的各項法令規章 以及收拾相關的議警情資等 第九個部分 我們強化機密維護作為 來保障公務機密的安全 我們有辦理相關的維護檢查 及實施先導 並且檢視各項規章來定義各項的措施 以強化機關的維護作為 第十個部分 我們切實執行交辦案件 來提升案件查查效能 針對於民眾檢舉陳情案件 以及相關的議題等 我們已經秉持誤忘誤重 及公平的原則 來辦理基於事實的擬親投措 第二本期的這個行事跟行事責任方面 本期的公務員提起公事的部分 有兩案兩年 行政責任部分有9案12人 接下來我們報告今後A5的重點 第一個部分我們結合評估風險 來落實機關風險管理 強化激化性的預防作為 除了嚴謹要求切實依法行政外 並側辦A5機核健全作業機制 第二個部分我們融合在地化的原則 積極推動社會參與 第三個部分我們強化安全維護措施 我們落實執行安全維護檢查 防範委員事件發生 第四個部分我們希望提升員工保密觀念 更系辦理各項的先導 以及加強資訊安全的機核 以渡解可能的泄密管道 第五個部分 積極發解貪圖步伐出進機關連結的空氣 以上是政風處的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不吝指教 並感謝各位長期對政風工作支持 鼓勵最後敬至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感謝政風處 陳榮舟處長 接下來是民政委員會議員質詢 第一位質詢議員請個大人物 這是我的偶像 他跟他同期從政的人 早就被掃出歷史舞台 他還能一路混到現在 那些人都法學博士 都沒有在政黨 他一路混到現在 還健在 請我們大師兄 振興祝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和俄羅家 英文明堅念月的日子 我們民政部門 和我們這些所謂 這些官員、中官 大家很早 我是說我來先請教到我們的法制局 科局長一個 今天這個報告 這應該和我們 貴婦 貴者 這不是貴要貴 貴婦、貴市政府 無関連 說十二度金白都不用死 台無限現場直播 掛死小孩的暗君 台市老父 他們都說 都不用破死刑 這下去到天啊 到台南啊 他有這種話 台市人沒有做兩個 沒有做三個 沒有做 台家庭的無限現場直播 像我主席節目這樣 這樣啊 沒有基督 沒有基督 都破通頭 開八年出來 又一條好案 又台南這樣 那個局長 你發制局 發制局就是 以前以前 過早三法師 代理性 來請發制局長一個來 你會看法 請市長回答 謝謝主席 我講比較慢的 你都講我講話 講受盡 你看這樣都說破 謝謝主席 沒有破死刑 你會看法怎麼 對於法官 對於法官 他認為說 學歷高 或者以前的 品性超性很好 所以可以免死 這一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法律人來講 我也不是很能夠接受 所以議員有發現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很能認同 沒有啦 那個說 如果 讀書優秀的 那那個 不用破死刑 我這個 讀交情國聖 我讀交情國聖 比起來 我這如果反應 就都拿去簽署 讀大學 作兵 受過 領過簽證 也不用死刑 他有一段 法律人也就 發制局 把我們議員 教的 公安照道 不用破死刑 這個部分 應該是法官 他自己的裁量權 但是 我剛剛有跟議員講過了 我們認為 不是以學歷的高低 來作為 他該不該 禍判死刑 或免死的一個 考量 那但是呢 現在法院他這樣做 當然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救濟 或者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處理 我們 沒有啦 那個局長 是安裝不能看死刑 說依照什麼公約 那是什麼 我請教你 我老師找死啦 我特修法座專家做五次了 這次做了 剛才八十 要受傷了 說請什麼公約 那裡不可以辦死的 你怎麼請教我 他是用人權兩公約啦 但是這裡跟議員講一下 人權兩公約的部分 其實只是說 你這個國家 本來沒有死刑的時候 你不能執行死刑啦 但是在我們的國家裡面有死刑 你本上還是可以執行啦 意思是聯合國 所公佈人權裡面 這兩條公約對不對 嗯 看他幾年 聯合國跟五百一名 聯合國跟聯合國大門人 那個 那聯合國的那裡 就把你掛出在旁邊 哪就去這裡 啊 啊 這順利聯合國的發言 啊 自己在台灣 那可以台不叫現場直播進 海台在打不著 我幫你補證啦 齁 聯合國的結社 明明在後日 每天就有人台人了 他八十年了 你怎麼知道現在 這犯人在看的齁 會覺得嗎 你這個就是三法師呢 以前啊 古早千條來過 是算代理兄的 高雄市 你都發這句 你借定發論的對不對 來 你怎麼知道現在在 是賈菜人 壽新的日廟 怎麼有壽新的湯匠 有怎麼寬 三菜一湯的壽新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但裡面 他還是會尊重你的宗教習俗 對 這樣有夠讚的 我看我就來那裡 那火燒在閉關啦 也沒那麼涼 有燕窗在閉關 還有全版壽新的啦 哪有那麼涼的 啊 乾脆我就來去那裡 那邊 那邊就在截關啊 來我又請教你啦 新加坡那種的邊境的啦 那如果說一下 那裡齁 講我們皮蓋肉戰 卡串肺都開肺啦 你怎麼看來 英進新加坡那種的邊境 你有讚好嗎 啊 農心說呢 騙火星有罪呢 應該說如果 如果 如果對我們國家的刑罰執行是有效果的 但是也可以適度保障人權的制度 我們都歡迎引進 但是這個邊境能不能引進 還要看中央有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喔 我什麼時候背套 在新加坡一塊 加一塊手鈴鐺啦 口香糖啦 啊 你把海藏人的車子這樣變成啦 有哪種這樣夾一個說睡三個月啦 我看用這個比較快啦 那如果其他 你敢知道我們一個 打不去逃圈的 在那裡 譬如說二十五歲 你剛才算這二十幾歲而已嘛 管他們到不去 就要放出來 一個人要費用 用國家的費用用多少 這個我沒有精算過不好意思 差不多多少啊 我沒有算過 蛤 我沒有算過 我不知道他們裡面的費用 用差不多一百萬啦 我們兩個六歲快來取齊 快幾歲就來取齊 來取齊 那都南倫的共同來 我又請教你 那個關於義外公啊 這我兩個啦 我和這個主席齁齁 主席齁齁 都叫我這個費用出門啦 你聽到嗎 義外公的貼人情書啦 貼那個 那些工人 你不是跟我們兩個 拚啊要死啊 算幾乎算啊 還要殺頭來 義外公結果 我們差一點都很不違法 我們的副市長 要拿出最項數 真正應怎麼 我們已經那個環保局已經有提出上訴啦 但是那個議員可能對那個判決書有點誤認 這個判決書其實不是說他不用罰 判決書其實有一部分是有利的 就是有一部分還是有利市府 我簡單解釋給議員聽就是說 法官認為說 我們市府打算他的支出費用啦 不然去算說 他因為不可以行善 但是他又偷偷地去生產 這部分的盈利所得 不算一筆 法官認為說 這要再加一筆算 但是他不可以算 所以他比較撤銷發費 市府頂著 你這樣講這個我都聽 這怎麼像在開川民台會 李民台會 比較說的那些 法官寄到錢 在約門百二開 有利無錢 賣錢來 啊你看 無英雄啊 好啦 還是說這個 外公以前也和我們高雄 九天雄啊 那個黨和我們有関連的 賣兩位是不必貴啦 啊我 我和小議員 這個好朋友 專門在勤勤我 啊我早上跟特借文啦 討那個法官啦 吼我跟他說 我好愛責啦 關鍵 哪好就好走 我兩個起公所呢 欸小議員你不可以笑呢 政策起公所 還一般呢 啊所以這個法官都 寄到好的人 都主動的氣磚 都怪不得啦 來 你敢知道啊 現任的總統 對著現在要求任的總統 小英總統 阿公那個人把嫁婦 啊 把這個幾千萬 拿到回去 這樣叫他問 一死人不在問 媽能救啦 我會叫我外國 我會整個團隊 你敢不聽他說 咪咪地去把 偵訊到那個媽能救 阿公總統進來 就叫他去念問啦 你發論的觀點 我給你看看 你念他 吊起來 吊起來 吊不破了啦 在高雄區做修長 大家都去中雄做我啦 你會看嗎 他這樣告訴你 那條工 他就知道 那小做 出一小目 他修 條工這樣 幫你拔作 可能就是要 泰翁 憑平一戰 一戰 一戰相雕啦 來你會看嗎 欸 總統進行就有 我去做過進行 不用怕啦 你這個大聲音 我做過發明了啦 你 我把你吹八極過 你念他就有法務部了啦 做部長啦 來你會看嗎 那個馬總統之前其實有被傳訊去當證人過 那其實小英總統的這一件案子 他其實是有一點案外案被傳訊 也是只是用相關人的方式去 可能是證人的方式去 但是我跟議員說啦 吳二林以後啦 馬總統他其實已經沒有總統的一個相關的保護的時候 其實目前有一些機制還是會啟動 是 局長啊 這是這樣啦 他沒台沒錢的出銷兩千萬要贊助 出銷門 你看看我沒有贊助他們公民黨的立委 你看我贊助好不好 他一直告訴我 沒關係啦 不用怕啦 我是大聲而已 我好人呢 我都幫你倒閉京 就你看看他沒有客氣贊助公民黨的立委 怎麼跟他 北京放消息 跟他說他拿兩千萬去出銷門 還要把北朝鞋放進去 北朝鞋 你看看他沒有出錢齁 這一瞬齁 這是算公民的 本身要求我們比較 不減的分力就消息 欺負多少錢 我們在這組的立委 啊是參加其他選舉的人 要想說 欸 主席我說這樣夠不對 想說說出一個皮膚的有利嗎 我沒有看到相關的證據知道 我真的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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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用猜測的 我真的想說 我不能用猜測的 可以用猜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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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小看到有出兩千萬 再回來 啊你就不用去知道 沒有太強勁叫他去問 把北京鞋 你看他拿兩千萬 小英敢不拿錢齁 他們國民黨的立委 你怎麼看得不 用這樣啊 用這樣想得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猜測 不好意思 你這有哪有夠不大 你這有哪 這要做法務局長 我看有哪 你怎麼吃了 有哪不在辦事的 請坐車 來我來請教 就英科威一個人來齁 啊 我們的英科威 啊 這個 我哪 老主委 請問我有問啦 我現在要請教你 兩個女婁 掛一個小孩 在高雄市生活 各位富翁台要多少 來 請給主委 來 來 英科威 兩個女婁 聽得很久 我明明說 那個北京鞋 國語 兩個女婁 啦 再掛一個小孩 在高雄市生活 你這本 剛才我看了 你這樣有夠讚 我咧 這應該如果論文博士 投給三個小孩 投給多少費用 我 我 我 高雄市差不多要四萬以上 四萬啦齁 對 高雄市 平均 沒有在家 高雄市 那不可以說 新水平均多少 三 三 高雄市 你要總便筋 我 電房沒有的啦 還是這 塞托車 塞托車 都跑跑 英科威 怎麼在研究 新水總便筋 大學投多少 五六 三 三萬元 一天過 一天過 一天喔 我想說 一口 總便筋啦 你就看白禮 平均我成為了 我在電房沒有優賊的啦 還是說路邊做跟白天而已啦 包括在那邊 躲路邊的掃頭 我們市政府在搶的 一天天就欠百幾個而已 都買了 平均多少 一口 的薪水多少 這當然分布很多啦 不一樣工作 但是 應該是差不多三萬多 這啊 一口沒幾個 三萬多啦 三萬多 啊 啊 趁熱不夠 所以 那 正經 老公子母兩個齁 只有一個去吃頭路齁齁 現在是相當困難的 齁 啊你對 你說這樣有夠來的 你真的會想我 來我請教你 沒有哪去吃頭路 給你三萬五 到外六百 三萬五的頭路不可能 我會做你 在錢兩萬多而已 齁 三萬五的 他們太太 還到頭三萬 總共六萬啦 是 男人啊 請人過 一口再幾 這個男子 做到六歲這樣 一萬五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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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五 人家給你顧五年分錢嘛,五十萬五塊 所以你就沒用心嘛 你就問我這個專門怎麼都 學那個這個... 家友在補弄我等會知道啦 沒兩十萬五月過啦 你顧借、顧衣、顧給你偏,顧給我 靠地條來請問高雄市邊境 就差不多... 人家沒有,顧小孩會大一 你也要二十多偏 稅子要多少 稅子啊 稅子 稅子 租房租啦 我又三個叫你聽 一萬五到兩萬 這樣出的錢會怎麼 是 所以... 這樣四大人就不在叫我 就不在叫四大人這樣 就啦,這... 議員這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吼 不然說小孩 像家裡還有老大人 吼 哇,要照顧這個很困難 所以... 不但是國家的政策 跟高雄市現在努力吼 脫英脫勞 希望說這個問題 可以為國家的力量 市政府的力量 來協助 協助這個家庭 老主委啊 我怎麼做四五次了 這次做了 剛才跟協助 八個月 八十 就要退休了 那個... 現在齁... 社會議員到夭壽公計 我還做... 後來八十 八十個還在選 全台灣我同一回 我請教他 齁... 都在說的 都在看著的那位 全所有的生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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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頭髓的 如果在外面 超民賺者 沒有一個過關的啦 我在發愛心的便當 怎麼發那些人啊 越發越多啊 現在我在想發三年就沒有了 這樣 結果怎麼發那些人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太平道是不是 建各位你知道嗎 射進我們的負伴是甚麼啊 太平道不是太平家啦 啊太平家 吃什麼啊 吃... 薏金 對 薏金 哇 你在鼻子樓下去 我給它加了 沒話說 我給它打頭咧 這科學所合的 基金啦齁 現在那個的總國退休之後 和我們議員退休之後 是不是丁他勝... 普通的人民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不用怕啦 我好啦 我說話大聲而已啦 我就不會害人啦 還不會跟北京 要去太平道應一流 來去當中軍機跟種種軍鑑賀賞 有教會我們高雄市政府有沒有 民進國中哪有在這裡 怎麼有教會來 民進國中有教會你有沒有 來請教長一下 怎麼有教會說我們這些大陸九十歲啊 死不吵 吃不老的 一說我那幾十萬要去太平道應一流 這樣有教會嗎 沒有 沒有齁 來請坐下 沒有啦 這樣憲哥會研究一個本色 我們要去太平道科產 可以比較派軍機跟我們一起的嗎 是說氣有要給他 我直接跟他一邊一邊一邊我都現給他 靠腰我丟到 那個軍機說給我們郵錢要六十萬耶 他說郵錢我們出啦 這樣啦 請問 沒有人要去太平道 我只有一團來科產 還熟在我們基金區的 沒有在跟我父母要鎖他 應該要太平道出一個議員 我都待會兒我就當選了 這樣有辦法 如果吊一隻飛機 究竟我們出的辦法 好嗎 我是認為 要去太平道這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個 政東的 譬如說公務的理由 這邊這個退休的將官去 是怎樣要引起這個爭議 就是那個正當性不足 當然議員如果要去 哪有一個正當的理由 主委啊你這個 默奕的狗小姐 因為有你的朋友 或是我的朋友跟我講 說你宅舊北盜 學父母機 我聽說今天要去問你看看 他們的就要去就沒有 教會民政局長 啊 職地基你也沒有跟你長說 那簽文大佛 那是心理的 欸 他說的 郵旗他出 阿飛人家 派軍機那是不用的 這樣啦 那市長在坐的車 帶來有照本色營 吼 郵旗我出 你看我會說 掛巿去來發營 會自信我講的有利嗎 有利啊 那個 那個 九十八歲 四月炒那個老將軍 那位就說不明了 那 他說郵旗要出 阿郵旗要出 阿郵旗要出 火電機也是國家的 阿那個火電機也 也國家的 市長的做錯就 本色擷三天就好 我知道 誰人就出頭 阿不是這樣 誰人就出頭 阿不是這樣誰人就出頭 掛巿去做我 郵旗我出 阿這樣到什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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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議員 這個過大部份 不行 我要打頭 我問這個很簡單 因為議員你剛才說 我聽不懂 但是這個議題 我很同意議員所說的 就是這個退休將領 他其實不應該 以這種 這個可能是一個政治性的理由 或者其實是缺乏正當性 所以這個我也是不贊成的 再借一個 借我兩分鐘 黏阿彌陀佛家黏三句 好 請坐下 我來請教我們民政局局 張主任一個 在我們的報告約束 我在茶媒家看 今天都一月到三月 本期天憲到人靠副成長 五百五十這個 謝謝 這樣是不是 請詹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這個議員 對我們生育率的這關心 對的是 我們是 一到三月 減少三百塊的 說啊 說 我副成長 啊 高雄七是吃辣的啊 啊 這我看是人口外流 還是 我剛才在告訴我 選擇環境 他不會選擇 我 副成長 就是我們這個老的 啊 不死 啊小孩沒人要生這樣 就副成長對不對 是 是 齁 誰的 哇 那個死也比較少 死也比較少 兩死 那死也越少 副成長了 啊 這來的這個 我們的 成果 民進共同時到外 成果有在補助 一台補助多少啊 我們第一台是6千 第二台6千 第三台是4萬6千 啊 那兩台咧 啊 第二台嗎 我看這個齁 因為我鼓勵了啦 現在越來越沒人要搭 越來越沒人要搭 我那時候就說 要來開車 要清洗衣服 要再搭一個 我們這個 人口的增加有分 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自然增加率 一個是社會增加率 啊 當然我們資源增加率 我們說我們有生育津貼 但是生育津貼 沒有辦法改改 所以我們台北人 是要創造一個友善的 這個育津的環境 所以我們在高雄市 我們有托育資源中心 托育中心 我們還有這個生育津貼 我們還有育津貼 我們還有育津貼 我們還有坐月子保母 還有相關的 這就是希望說 營造這個怨生的環境 啊 共同你剛才念到 怎麼念很久了啦 我其實也說那個 四五次都說那個 對不對 來我請教你 現在和我們這 高雄市 結尾 現在的 結尾現在的 航海中國 總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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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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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市 現在都當時驚 學生啦 青年去打工 是不是去歐洲 種種啦 這你知道嗎 是不是可以在這二十八 我們所謂的 給我們這些青年人 說平均 這個民調八十以上 都要出外去打工 賺不錢 是不是這些 這些青年人 可以來 給這些高雄市 要去打工 民進國出民 這樣就要把他們 盜打雜 去我們的青年人 打工 其實它有一定的 風險和危險性 是不是國家有適合到 我們的孩子在那裡 我們的孩子在心智 是不是都已經健全 都完全 獨立在國外 獨自生活 我相信這是一連串 包括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劉工 的制度方面 所以我相信 這是議員很好的建議 我們再來 討論看看 醫生 好 好 謝謝 好 鄭新駐議員 是我們台灣地方政治 難得的奇才 他的建議 請市府同仁參考 接下來是本人質詢 請黃石榮議員 來當主席 謝謝 我們請就請那個 蕭議員 召集人 開始歡迎 好 感謝主席 黃石榮議員 各位市府同仁 議會同仁 媒體朋友 各位敬愛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當了十年議員 第一次當召集人 這是民政委員會召集人 是我去拜託爭取來的 那之所以會爭取當召集人的原因 是我看到有一個歷史機會 就是高雄市議會 有機會當台灣議會改革的火車頭 高雄市議會在2010年合併以前 原高雄市議會 是台灣兩大直轄市之一 一個是台北 一個是我們 那我們主席黃石榮議員 過去就是擔任高雄市議會的副議長 那在全台灣二十幾個縣市議會裡面 高雄市議會大概是第二名左右 評價 整體評價大概第二名左右 換句話說 以前引領台灣的火車頭 是台北市議會 因為他民國五十幾年就是直轄市 那高雄市議會是民國六十八年才改制 所以我們這本點章制度 高雄市議會的點章制度 我們的組織法規大部分都沿襲台北市議會 那為什麼我們有機會呢 贏過台北市議會當火車頭呢 有一個歷史機會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高雄市由民進黨完全執政 那民進黨完全執政 到底好不好呢 好不好要看什麼 要看執政以後的結果 就執政以後的結果 到底好 好就是對市民好 如果不好 不好就是完全執政 完全執政 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啊所以如何確保完全執政以後 對市民好呢 那必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政權輪替以後 一定要做議會轉型正義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呢 轉型正義 就叫做遲來的正義 它出現的時間點呢 是在政權輪替以後 新的政權在檢討過去 就政權有什麼不法 或不當的行為予以改正 讓這個國家越來越好 所以呢 我講的議會改革 我是高雄市議會的一分子 如果高雄市議會好 我予有榮焉 不好 我自己有責任 那我希望高雄市議會 有機會 超過台北市議會 當台灣議會改革的火車頭 那我們的機會出現在哪裡呢 先講講去年 104年呢 高雄市議會呢 有兩個創舉 這以前呢 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相信 市府同仁感受會很深 在意識文化方面 我們審查預算 是六度最快 都沒有開臨時會 開會的速度 審查法案或預算的速度 六度最快 那大家感觸很深 包括新來的法制局長 一直在點頭 為什麼 因為以前要通過一個法案 講一講 到時候都不會通過啊 但是呢 現在該通過的就通過 而且呢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呢 我們最自愛 所有的六度議會 我們砍預算最多 其他都不會超過一百萬 甚至到大部分都是零 我們刪了八千七百萬 這八千七百萬裡面呢 有四千七百萬 是議會的家庭會 從民國六十九年開始 我們就學台北市議會邊 家庭會是給議會職員工的薪資的 你自己把自己砍掉 去年呢 預算書就砍掉了 台北市議會有沒有砍呢 台北市議會沒有砍 他預算照樣通過 換句話說呢 行政院呢 我去行政院人事行政總署申請公文說 家庭會到底合法要合法 總處來說這個是違法的 那高雄市議會大家拼一下就刪掉 台北市議會呢 不只沒有刪掉 預算繼續發喔 去年預算繼續執行 去年預算呢 十一月十二月 高雄市議會的職員工 就沒有領家庭會 台北市議會繼續領 不只去年 今年的一月 台北市議會 因為預算沒過 加開臨時會 所以他還動之預算 動之今年的預算 所以台北市議會的家庭會 現在有沒有刪掉 現在刪掉了 刪掉是誰去刪的 你們知道嗎 我去刪 我怎麼去刪台北市議會預算 他今年一月份 就動之預算 四月十一號 上個月 台北市議會開會第一天 我到高雄地檢署去提告 說這個叫做貪污圖利 我一提告以後呢 他們的議長叫吳碧珠 不懂法律 就說這個哪有違法 違法主計處審計處 早就查了 但是他們的秘書長懂 懂他講什麼 他說我是張飛打岳飛 胡說八道 今年預算根本沒有編 而且也不會發放 他媒體呢就信以為真 因為他講的不會編是什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 今年編預算是編哪一年的 是編明年的 不會發放是什麼意思 因為議會才剛開始開會 我就去告了 所以他不會發放 但是這件事情呢 搞台北市議會的預算 現在也沒有再發放 家禽衛呢 他現在比較的標準 也是跟我們一樣 所以是我們帶著他走 所以我們有機會當火車頭 但是我們有什麼包袱呢 我必須認真各位講 我們以前呢 有我們的優點 也有我們的缺點 那歷年累積下來 我們現在最嚴重的缺點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議會的職員工的人數呢 比東京還多 東京呢 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 跟紐約、倫敦、巴黎其名 有1354萬人口 127個議員 他的市政府的職員有16萬人 議會職員工155人 但是我們呢 278萬人口 議會職員工164人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麼高呢 從歷史來看 因為我們主要是學台北市的 目前台北市有147人 那日本的體制是都道府縣 都就是東京都 一級行政區呢 大阪府 884萬人口 他才幾個職員 60個議會職員而已 所以 目前高雄市議會 最需要 去注意的就是我們的職員工人數呢 太多 那 以六都 來相比 六都 我們 議會的職員工 164人 如果加上約聘僱跟臨時工呢 233人 在六都裡面 我們也是排名第一 那 這五種議會的職員工裡面呢 人數最多 而且明顯人數最多的就是什麼呢 駐位景 我們有37個 台北市7個 新北市6 桃園13 台中10 台南8位 那 其他 這五種裡面為什麼駐位景最多呢 這有一個歷史的原因在裡面 我後來去考證 原因是這樣 就是 用一個駐位景 大概要花多少錢 大概要花兩千萬喔 大概市民要花兩千萬喔 那因為 根據 各機關駐位景設置辦法 駐位景的福利是比照什麼 比照原機關 所以高雄市的駐位景 是比照高雄市議會公務人員的待遇 那因為駐位景 又沒有任用資格 我說你是駐位景 只要議會同意 你就可以馬上進來 所以呢 駐位景呢 長期就變成淪為什麼 淪為政治酬庸的工具 那一個駐位景 兩千萬是怎麼算呢 就是 你把他每個月的 興奉跟專業加級 乘以 14個月 因為我們年終獎金呢 是1.5個月 那 一年呢 12個月再加上呢 考核獎金 有些人是假等 假等就加一個月 所以平均呢 是14個月 那乘以如果服務 滿25年 大概是可以拿到 一千六百三十萬 那退休以後呢 有兩條錢可以拿 一條叫做一次退休金 一條叫做公保給付 一次退休金呢 因為你服務滿25年以後 一開始的興奉大概兩萬七 服務25年以後 會大概升到三萬六左右 然後 你的興奉再乘以基數 五十一個基數 大概可以拿到一百九十萬 然後 這是公保給付的錢 乘以三十六個月 所以換算起來 是一千九百五十萬左右 就是平均用一個租位景 納稅人要多付出多少錢 多付出兩千萬 像我們呢 比台北市呢 多 他是七個租位景 我們是三十七個 你多用三十 民租位景 要多付多少錢 多付六億 那租位景為什麼這麼多呢 你說這是縣市合併的結果 是歷史成科 對 主席 主席 黃議員 我剛剛 我要請那個 我們秘書 時間先暫停一下 麻煩時間先暫停一下 請那個我們秘書處的 陳順利秘書長 跟人事處彭主任進來一下 有請他們進來 我剛剛忘了講 應該一開始就要講 那來 這個 教授秀員蕭妍 因為 我們是民政部門 應該我們是針對民政的 今天應該是當我們議會 討論的時候 我們跟議會內部討論的時候 來討論 這樣好 因為這今天是針對民政的部分 你這跟民政還沒關係 有 等一下就有關係 等一下 因為我們的議會的預算 齁 是在民政委員會 是變在民政委員會裡面 所以我昨天已經有跟秘書長跟主任報告過 對 我本來想說我們應該在議員的生活討論的時候 來講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跟他們這個部門沒有什麼關係 你想跟他們合作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說我們就先對他們這個部門來講這樣好 好 因為那個主席因為是算我的長官 那個黃主席你這樣講就教練藝術沒關係 我把他講完好沒關係 因為昨天我事前是有秘書長跟主任講過 這些資料也是他們提供給我 所以我是在核對數字 就是因為這數字並不是 是他們提供給我 如果是主任不在場那些數字為他來 因為我是說這是核對議員生活多少時間 這個資料坦白說我相信 那個大部分議員自己也不知道 也從來沒有討論過 好沒關係主席 核對他們這個部門來講 這種主席的決定 好沒關係 我把這個講完 我們164位呢 縣市合併以後164位呢 目前是全國最 不只全國最高比東京還多 這是原額 預算原額一直維持這個數字167位 那剛剛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真的不能改嗎 你明明早就縣市合併了 早就縣市合併了 已經合併了六年 譬如說以職員來講 有這麼多人退休啊 快20個退休啊 以駐衛警來講 也有三名駐衛警退休啊 都有人退休 但是我們的預算原額都維持在164位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以一個理由說 那是因為縣市合併 歷史成科 所以呢造成什麼 造成我們的原額比東京還多 但是 這個是誰的責任 這是我們政治人物的責任啊 既然歷史成科 保障233位職員工的權利 我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那叫做他的法定權利 233位 但是那個是縣市合併以前進來的 你保障他的權利 縣市合併以後明明就好幾十個退休啊 職員有好幾 就這加起來快20個退休 駐衛警又三名退休 那怎麼預算原額都還維持在原來的原額 那就表示什麼 只要一退就有人補進來啊 那你有這個實際需求嗎 為什麼同樣議會 這個地方兩公頃 以前用了十一名駐衛警 以前原高雄市議會 一公頃多 用了二十六名駐衛警 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同樣行為我們繼續 用一名駐衛警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不用任何資格用一個 那雖然要付兩千萬 所以呢 就以這樣 我們這個會議 是在修改組織自治條例 我提案呢 就是要修改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第二十七條的第二項 二十七條第二項是講這樣 就是秘書長呢 於定期大會開會時呢 應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 相關業務主管呢 因列席被選 秘書長呢 是檢任官十四指等 那高雄市的議會主管呢 都幾指等呢 都是十指等以上 一級主管都是十指等以上 請他們來列席報告 為什麼要列席報告呢 因為議會 是六十六位議員 是大家選出來的 我們就是類似公司的董事 選出來的議長呢 是董事長 那議會的秘書長之類是什麼 總經理 總經理要對如何運作議會 來公開向董事會報告 這是一般正常公司該有的規定 另外呢 我們組織過於龐大要如何調整呢 我們從第27條到32條 都抄台北市議會 我主張了正列組織自治條例 第32條的第三項 第三項這樣寫的 就是未落實人力精簡 本會因逐年檢討行政人員編制表 逐年控管縮減 職員工總署 諸位景呢 則採出缺不補之方式辦理 這是以上主席 這是以上次 我正式 在這次 正式提案 已經送交議會的兩個提案 也請各位議員同仁和主席 你可以參考主席議長 有運作議會的經驗 以前議會運作我跟大家報告過 高雄市議會在二十幾個縣市裡面 我們是絕對是排前三名的 我們是最接近火車頭的車廂 如果我們要轉變成火車頭 要比台北市議會好 那我們組織呢 必須要做一定程度的變革 那組織要變革呢 以前的 預算書 這本預算書裡面 他要講 議會組織系統 就是這本預算書 組織系統 就是從議長 副議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一路下來 然後有九個組織 九個委員會 這是議會的組織 那我們議會 限制合併以來 我們的兩大問題 我跟大家報告過 第一我們變得預算最多 第二我們用的人比東京還多 那這個要怎麼改呢 目前我們的組織系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組織系統合不合理 這個組織系統已經是比照 市政府的組織系統 換句話說 議長就類似市長 一路下來 但是議會的精神是這個精神 議會是立法機關的 市政府是什麼機關 是行政機關的 行政機關有行政首長 議會是行政首長 不是行政首長 議會應該是類似我剛剛講的公司的結構 公司的結構是什麼結構呢 公司的結構就是 66位議員你們怎麼跑出來的 你是全體278萬高雄市民選出來的 278萬高雄市民就是高雄市有幾股呢 就是278萬股 278萬股選出66位議員 就是選出什麼 就是選出66席董事 像我們這個地方如果開院會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般公司的董事會 董事會裡面透過選舉選出議長 議長就是類似董事長 副議長就是類似副董事長 那董事長呢 任命秘書長 秘書長呢就是公司的總經理 類似CEO 那九個主事跟九個委員會呢 就是議會的一級主管 這些都是十支等以上的一級主管 那秘書長呢是十四支等 這是議會目前的組織 那因為這個組織會變成什麼 這個組織如果照我剛剛那兩個提案呢 就是總經理或董事長 應該要來報告這議會的人事 就是預算是如何運作 那在哪裡報告呢 就是在這個院會報告 要跟我們報告啊 為什麼要報告 你看看喔 高雄市城局市長 只要用到錢 他第一個就要來 帶隊先做報告 這是市長報告 所有的局處所長都要做報告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你動到錢 就要來跟市民做報告 而監督的就是議員 所以這個組織結構呢 是合一制的組織結構 過去台灣六都十六縣裡面 議會的運作 高雄市議會 算是很前面的 我們有請誰來的 我們有請自來水公司董事長 那是經濟部的 都要列席議會 我們有請高雲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 只要你有動到納稅人錢的 你就要來議會報告你公司的運作狀況 換句話說呢 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 你有動到錢 有動到人 你就應該來向市民報告 而報告的單位是什麼單位 就是這裡啊 就是議會的運會啊 跟六十六位議員 就是六十六席董事呢 來做報告 這樣才是什麼 只要我們主張市政府要公開透明 然後行政效率要精簡 那民進黨的主張是什麼 民進黨的主張就是親聯 情政愛鄉土 這是民進黨跟選民標局的價值 而價值呢 要落實到現實裡面 如果我們通過的 都是國民黨留給我們的法案 主治自治條例 通過的預算 也都是國民黨留給我們的預算 那換句話說是什麼 換句話說其實 國民黨跟民進黨 雖然標局的價值不一樣 你的做法是都一樣啊 你只有兩樣東西改 才是改真的 一個叫做主治自治條例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預算書 所以呢 高雄市議會 如果要變成台灣議會改革的火車頭 那就要改自治條例 要改 預算書 這個改革 才會是真的改革 以上 好 謝謝校議員的主席 下一位是不是換偶了 下一位偶主席 現在請我們趙巨人來主持會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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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首先,我要請教我們殯葬所 殯葬處 殯葬處 我現在請問 殯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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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種,一種就是我們現在先做遠端遙控 遠端監控就是說我們在那個廢話庭的場域裡面 還有我們的管理室裡面,我們有閃電視螢幕 就是說我們的操作人員在操作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會隨時有去看外面的排煙狀況,那是更目視 至於說設備方面,監控的設備方面 我們現在有去爭取到空污基金 它是140萬,我們相對對等要出70萬,這條紙一定有正處 預計連底也完成 預計連底也完成 這樓可能是跟這樣運動有關的嗎? 這樣演啊? 演啊? 演啊? 拍演的時候,歐演太多次是不是 這樣運動不夠害,拍你們一個歐演出來? 是不是這樣? 而且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的樓都新的,沒問題 經過檢測,而且我們都叫那個鎮修大學 科技大學有一個微粒子的中心 把我們檢測一檔都切四次,都沒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一些民眾 老百姓的一些關聯 還不改變 他們都會說有一個王者 他生前,夢者生前 要很喜歡釣魚竿 或是說他的標 要是說夢者就一定怕 要是說他在入獄的時候 都要洗一下 洗一下 我們在燒的過程中 產生有毒氣體甚至 損害我們的分化爐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貧建的時候 環保貧建的時候 我們都會鼓勵我們的協助 現在我們都公司協力 希望我們公會跟協助 大家來 放我們 把我們宣導 跟這個夢者的家屬說 你們盡量來用這種環保的賠償品 盡量這樣來做 感謝 感謝 因為這部門要先導一下 要盡量先導 因為你剛才稍微造成 有一些汙染 有時候一些就說沒問題 不符合我們要求的 有時候塑膠類的東西 就被汙染比較嚴重 有時候去上香的時候 有時候空氣的時候 有時候不太好 有時候不太好 所以這就是跟 你說的時候 跟這個賠償品跟後面 所以這種部門 我們就要盡量先導 因為你說 像一般人去說 沒得到那一般培養 你會住在附近的人 開始說 你長時間這樣實在燈不掉 你說我住在中的旁邊 我長時間這樣我也燈不掉 好說我住在旁邊的人 大家要將心比心 所以這種東西 大家就是要共同來推廣 另外就是說 宿贊的部分 宿贊的部分 我是說 我是很注意到 宿贊的部分 宿贊 這個宿贊 因為 我剛才說過 你說是山頂的這種塔 這十個塔 這後面是一個乘客 你最簡單說 一百檔後 兩百檔後 整個塔等山頂 越來越多 你一些時間 環境不破得到 後面要怎麼 後面要怎麼 後面兩百檔後 那些人 還可以借擺 他有很多管理 他一定會收 他當然會管理 他會收 待會他都開門的時候 他交給他一台 還要交給他 第三台 到現在已經沒有人收了 沒有人會收了 到時候會怎麼 會放肥 一定會倒 那些東西要怎麼 那些東西還是那些 所以這東西要怎麼 盡量推廣 推廣 這個宿長 這給這個宿長 這給這個宿長 我感覺這是 應該 這個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宿長 應該可以來解決 這個問題 這宿長 我們目前 我們推廣的情形 情形到什麼程度 請處長回答一下 各位原報 我們目前宿長 有兩個地方 這是基山 這是九十九年 成立高進 二號六百的位 那個 我們的那個 沈水 沈水 那個 那個 浦園 沈水 有六百的 基山有八百的位 我們 兩年 總共待了 就是 樹葬了 兩年我們再換一次 所以可以 重複使用 重複使用 我的意思是 想說 前年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三年 他的比例 有增加嗎 有 有增加 還有這個增加 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因為這個 跟我們的民衆 我們要來 盡量來宣導 盡量來宣導 如果這部分 與樹葬這部分 確實有足聯在增加 有增加 增加應該沒有多少吧 增加的量 沒有說 差不多一兩聲 起來而已 如果我們還有 滅力的空間 你請客 因為 這種東西當然是習慣性的東西 過年 你以前 以前 以前 有膽子 靠近一個大骨 巨大骨 後面 火花 後面 到現在 差不多百元 幾個都火花 這就是選擇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訴訟我們也是一定要不斷地選擇 讓他們逐年增加的速度會更快 因為這些東西一定要選擇 你沒有選擇有的就不知道 你一定要選擇 如果你說的時候有努力的空間 當然就是說我們可能成長的速度有比較慢 當然就是說阿伯說 當然你用你一個房子 要選擇可能比較沒辦法 要把整個局包括藏機長這邊 民政局整個局、市政府 要動起來 全部越先導這樣才會比較快 不然你像以前 我做小孩的時候 一般都用土葬 現在怎麼變得都變火葬 就是說這個推廣的問題 有幾十年後而已 我習慣就是用火葬 你現在這個火葬到這段時間來 也是法國長說阿伯也是乘客 有幾十年後 有幾十年後 就是我講的 你整個山頂都疼 整個都疼到大家就疼 我看到都不能再關係 我看我的個性也不關係 所以你這個東西要推廣 推廣給樹葬的醫療用意 大家要生錢 醫療用意 對這個環境也比較好 對 這大家都一定到處 就是要先導給大家 用的東西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如果還有不足 我們要擴大 譬如說我們的區域要擴大 或是我們還是要增加 這部門 拜託說 達奧處上還有努力的空間 拜託再努力一下 好不好 我們鋪上 這個面子 我們鋪上 就是大家整個 乘客 都沒有 你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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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聽不懂 就講 我們鋪上 那邊 這個宿船 都沒有 你聽不懂 他們看 全車都沒有 車子 麻煩 我後面沒有停了 我後面是停在停了 裡面也停在停了 我這個建議我是不是 我游覽車的餅 我游覽車的餅 是不是可以讓小車的餅 那餅整個餅比較好 那餅我覺得整個餅比較不好 是不是整個餅整個餅比較好 整個餅比較好 讓我小車可以建築對餅過 可以輸緩一下 不然現在車的那些根本都不停不停 請車廂打擾一下 有關停車場的問題 我們主要現在是 這樣跟議員報告說 第一點 我們在這個五月之前 我們整個來面還重新規劃 標線標誌重新規劃 我們現在目前第一座停車場 第二座停車場加起來 四百八十個車位 四百八十個車位 我們如果重新規劃之後 當然我們有標誌標線到時候 我們的車我們的分局 三民分局 先螺訊勸導 螺訊勸導 第二的方法 第二就是我們 預計近年在我們A區 附庭金的第一座叫A區 它穿完之後 我們會掛穿1.6公頃 要來做臨時停車場 那裡可以增加兩百位 兩百位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相關的一些 包括我們各公會 都有在接觸 有在跟他們 拜託他們來加拆車 來大家來 來算說合作一下 不要說這樣 尤其是六百行車 常常在拆車 常常在拆車 路不來 做成我們很多人 也是在 跟我們反應說 我們那個交通動線的問題 以上我先跟議員報告告一下 有時候停到 八卦安兵葬所 停車場 不能停停停 頭前那裡 你頭前你自己 兵葬所同門去選的 平常不能停停 我有時候我沒有停 不能停那裡 所以大家想說 要再拆轄 二百位 三百位應該就夠了 平常 住在那裡 看起來的車子 停起來的狀況 狀況 差不多需求 應該還有兩百位 我再拆轄到兩百位 就對了 應該是夠就夠了 這部 拜託 兵葬所那邊 要稍微把這個動線 一幾個月用好洗 只要停車位 就一定要夠了 你不告訴停車位 你動線用好洗 沒辦法用 車子是沒停的 這車沒停的 我去哪裡 我一台車子 沒路不去 我好沒停的 這裡也沒停的 現場要跟人家說一下 時間黏著已經夠了 不然車要轉 就是臨時三亂不停 我有時候也是這樣 不是說我們規矩不好 問題是真的沒停車位 沒辦法 有時候這交通會 會比較混亂 動線 那麼不好 裡面動線 沒辦法 就是我們這個停車位 沒辦法 要做成這樣 如果我停車位 有夠 我立法去走一下 我聽得好 我沒辦法 路邊亂不停 這部要拜託一下 另外這個 我請問這個局長 民政局長 當局長 現在就是說 人家公司 你偏理說 連這個鎮營 就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萬年劑 這部萬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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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往來 就是秀廟 他們自己廟 自己這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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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到一個規模的時候 我們市政府 民政局要來接手 當然要辦得更大 我們全國性的有一個代表性 當然這最好的 這是推廣 我們高雄的觀光的產業 或是地方的發展 這最好的 這最價錢 所以就是說 年劑 要怎麼有一個 一個區一個特色 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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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很貫賣 由的 所以鄉民的老爺 所以這個借土可能有共利外 他的 範圍罐的水流 煸到的水流 鎮渡又高 那麽不可以做 派船 做什麼表演的場地 那樣有辦法來推廣 當然這水質要好 我去賣關 pegar 不是沒有 因為一些頭白的灰水 惡習慣也還有 當然如果水池不好 當然就沒辦法做 所以這點 我也拜託說 九丁 你那個市政會議 你替出來 因為那個 我像你說 你要去看看 你就知道 那個時候說真的他的課堂不夠課 他的旁邊的產品 市政府的經營環境 我們經營的很漂亮 我們草皮也好 旁邊的樹木也好 非常漂亮 還有景觀橋 所以這點 我請局長回答 我們在這邊 找一個 我們可以跟藍主區發展一個特色出來 每一年辦一個 看什麼大型的外棟的賽事 請局長回答 請長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 黃議員 對藍主區區特色的外棟的關心 其實藍主區我們擁有非常豐富的 這些自然景觀跟自然的資源 包括我們的森林公園 都在那裡 所以包括現在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中有這個青春 所以其實我一直有跟我們的區長在討論說 我們藍主區未來最容易發展的區特色 叫做環保生態永續城 讓全台灣大家來想到 要是環保生態的富裕 大家就收到這個 藍主區的這個 這些地方 這個就符合到我們 我們恩議員登記對我們 地 Rhino環保運動的推動 所以我們恩願說 將來的 日本到藍主區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自行車車道 我們可以看到 後進西 整治的成功的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 醫合那個 那個 太陽能光電板 我們的使用率跟未來的空汙 各方面都能夠達到全國第一 或是全國敏烈前茅的標準 所以我想這種主題是這個概念 它比較不是說一次活動就把它扮成 但是它可以英英文文 讓我們媽媽開成財產的環保富裕指標 我們也說議員可以在這個部分 把我們多多支持 加油 當然議員剛才有說到我們這個 這個溫和 客家的經濟 那個部分其實我都有親身去走過 那個地方進市長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配合我們疫情橋 還有我們旁邊的景觀 甚至我們百年的那個洋柳樹 洋桃樹都在那裡 我想那都是我們很好的新宵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那兩邊 那都起到百種 實在是很漂亮的 我們會加強我們在這個部分 一些新宵和一些經營 議長 感謝局長 所以剛才我們有說到這個蓮蓮憲 這個蓮蓮憲也是也可以很小的 也也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當然你剛才說的就是 你想說議長以前照 說油槽 你就可以把它樓下來 油槽都當潛水訓練場 潛水訓練場 你將是我們島嶼 可能沒有路上的訓練場 啊 它的油槽 後面還可以看到 аг道公眾還有過 所以這東西我們都可以當市政會提出來 叫市政會,你像老幾乎兩乎工庭有代表性的 你能夠老幾乎兩乎工庭有代表性的 你能夠老幾乎工庭有代表性的 我們這裡做石油博物館 不要說這怎麼連累,怎麼過期,怎麼生產的 可以讓我們八個八個八個,以前進德國也是這樣 也可以讓我們八個八個八個,你出了一些空間 你也可以讓我們做文創 你也可以讓我們做文創,發展 這會可以 所以這點,我又拜託說是不是我們局長的市政會議 可以提出來,市長建議這裡 因為我們地方都會行動 我們都不帶有污染的產業 我們都不意見,要做什麼我都不意見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求做什麼就對了 你如果有那種,如果是仿照如有工庭 只能不能做文創 只能不能做潛水訓練場 只能不能做石油博物館 只能不能做生態公園 這結合在一起很好啊 這看局長,你的看法如何,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議員剛才在說的非常有創意 其實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個中郵那個地方 包括我們的遊者,其實那遊者 非常大座 那都可以當地去參觀 甚至做一些紀念公園 這是很好的idea 我想這如果做起來一定是全國 全台灣,甚至全亞洲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結局來和市政府做這方面 但是這個部分可能完全的管理不在市政府 可能也是要和中郵 再做部分的協商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拜託議員和立委 在這個部分大大幫我們到三天到協助 這樣我們和這個中郵來談這個部分 請局長 因為開始說 中郵是很難忘的 中郵的人是真的很難忘的就對了 啊其實呢 中郵這個土地 也不是中郵的 因為日本期待 日本人徵收的 日本人徵收的就是做 做百合公司嘛 啊你百合公司 因為十線九、零線九 他不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土地要歸還 國有財源錢 因為你中郵是財源的 這我告訴我我拜託 你國民黨政委來的時候 國民黨政委來的時候 是由中郵財源的 公司財源的 他要中郵也不跟他爭小 也不跟他爭小 也不跟他爭小 還要說我土地圓流 圓流所有的就是去本郎 當然去本郎是在水小 我前排回去 沒辦法 國民黨政委來接 接你有中郵生力 中郵公司是中郵公司是財源 財源 財源的生產基地 財源你到生產基地 到九的時候 我需要宣傳過去 應該只會向國務財源錢 國務財源個國家 國 Harbo 國財源子 要趕緊對 總的物權 大 市政會議 一同提出在說 在進出這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在南下 有一個特色 包括整治 專國也是最大的 也可以做一些教育下一代的人 也可以讓我們 大人說整治的沿頭 大人有污染的時候 要怎麼整治 由這邊來做模範 所以這是很多部位可以結合在一起 好 感謝 黃石龍議員 是本會的長官 當過副議長 也是傑出優秀的議員 他的建議請 市府同仁採納參考 跟大會報告 本期十年來第一次擔任民政委員會 召集的 我爭取的原因跟大家報告過 是我認為高雄市議會 有機會擔任 台灣議會改革的火車頭 昨天我特別把我的報告 跟議會陳秘書長 還有人事處 彭主任報告 也怕他們緊張 來這裡不習慣 特別還跟他講說 我在哪裡 這個表呢 我會問彭主任 你把數字打完了 就請坐 不會再追問你 也特別跟陳秘書長報告過 我有兩個提案 那兩個提案 因為有寫到你的職位秘書長 所以請你講 如果會緊張呢 就寫一個稿 這個稿念完了 你就請坐 我絕對不會追問你 為什麼呢 因為議會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管議員 或議會的所有職員工 議會好 我們都好 議會不好 我們都不好 我們是同一條船 啊所以呢 我希望他們進來呢 可以說明 那我跟大家講 這議會呢 高雄市議會 過去非常的公開透明 不只執行市政府而已 包括 我們邀請經濟部 自來水公司 來這裡獵襲 包括我們請高雲的董事長 總經理來這裡 報告高雲的營運狀況 因為有納稅人的錢在裡面 包括學校的校長 當我們覺得學校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叫校長來這裡 練習備詢 議會 就是高雄市最高的民意殿堂 只要你動到人 動到錢 有權利 這裡就要監督 那議會 自己監督 改革 從自己做起 好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也是我當召集人 唯一的理由 那 昨天 我經過一天的努力 那秘書長跟彭主任 沒有進議會 被選 我感到很挫折 也感到對不起高雄市民 我在此宣布 立即辭去 高雄市議會 民政委員會 召集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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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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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ck 謝謝 謝謝 鼻子 我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